大家好 我是Randy 希望来到现实国 YouTube频道 今天我带大家去高桂林的一个叫 Bork Mountain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Custom Meridian 这条街是高桂林通往对面山上的一派房子 那个就是Bork Mountain的一个新的区 中文叫播客山庄 这边我右边拐过去叫Devi Devi也是Bork Mountain的一条主机 一开始给大家 走一走看看Bork Mountain的景色是什么样子 这边就是 不错的 这个小区叫Countwell Collection Inside City 整个这个区还是很好的 这个区不错 对面是我们走过去吧 对面是街心公园 很好 这个小区是比较新 所以它的公园建设规划都很好 然后对面那边是小海湾的 游乐场 不错 不错 下回就可以 可以 我们现在穿过Devi的这个stop 看一下这个区这边的是Devi的这个Bork Mountain基本上是从Devi的开始 十几年的房子在这边 都算是好的 很好的地方 所以这个区呢都是比较年轻家庭 年轻家庭 孩子都是小的 比较小的 那边是Customer 我们这边呢 就往右再继续 往上走 沿着Customer 我们继续往下走 这边Pinkton上街呢 他是在比较高的地方 他的房子都比较大 都在3500尺左右 而且大部分都是独立的 我们在这看一下 看一下 这边叫做Rage 也是一个独立屋的项目 我们过去看看 这边的房子就比较大了 这边的房子就比较大了 这边的房子是最大的 这个区 这条街 房子都在4000 以上 5个房间以上 5到7个房间 这边的价位就贵了 去年年底的时候 应该都在 200万 190万 到200万 之间 现在疫情可能会 有一点点的变动 不会太大 这边继续在往前盖 这个 这个小学叫 Smiling Creek 缺药 我们就从这走下来 这学校不错的 因为比较新的设备 嗯 不是 嗯 嗯 好 我们这个 这个对面就是我们 要 看的这个房子 我往上走 我往上走 你在这待着吗 我让我走一下 这个街是可以 大概这个区的周围 给大家走一下 给大家走一下 这个区呢还是属于比较 比较新的 15 6年不得以内的 这个区 还是可以 对 他这个区只要都是在 Burke Mountain 这个是比较高的地方 然后下面是属于那种 比较 Town House 等等的一类的吧 还喜欢这个区 整个这个区 不是 比起 Westerwood 不然都要新 但是呢 整个面积的房子 要小一点 大概情况就这样 这就是 Pansary 对面这几个正在盖的房子 就是Avery Green 这个独立屋的计划 里边的当然还没完 应该就完了 这几个都是他的木头正在盖的 一二三 都是他的房子 这个就是周围的一些景区 然后主要这边的房子都是Town House 独立屋不多 独立屋就是正在盖的这几个 大概这个街景有不太腻